各位我是下半生元宇下半生 我是幸福醫師的座命中醫師 今天來聊聊菜花 菜花其實大家都耳熟能想 那它其實就是 人類乳兔病毒的一個感染 所謂的HPV病毒 那它的感染潛伏期非常非常的久 那有到兩到三個月 甚至有些人到半年 都不能有症狀 初期因為沒有症狀 所以在很多人就在不知不覺的時候 就被傳播了出去了 開始它其實沒有明顯的一個症狀 那大家開始出現症狀的時候 最常見還是在我們的外生子氣 男生的陰莖、包皮、龜頭、女性的陰部 會出現 那通常來講 在少數的地方也會有 比如在口眼部出現這個症狀 或是在肛門也發現 那通常一初期的時候 它的表現就會像一個紅色的小小的點 那這個點會慢慢的變大 變大了以後會按照會有不同的形狀 那有些人形狀它會是一個扁平的 我們叫扁平私有 或是會變成尖的叫做尖性私有 那其實最嚴重的會長得像花椰菜這個樣子 那當然顏色也會有所不同 有些人它是會是肉色啦 有些人它會是核色 那通常一般不會有一些明顯的症狀 除非是它有何必有感染 那病人就會有 燒癢、灼熱、這些不舒服的感覺 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插發病例是 就是在我那時候還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有一個病患呢 因為它是比較像流浪汗 我記得在卡拉帕的時候 它褲子一脫下來 嚇了一跳 因為它整個陰莖 看得到的外露部分也一半 全部都被這個花椰菜的症狀 所有包住了 甚至它尿到口都看不到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而且當初都已經開始會有除血 然後傷口愈合不良的狀態 那後來切片下來 還有點像類似陰莖癌的前兆 所以這都是在菜花如果不處理 其實它久了就會產生一些糜爛 甚至會有這個安靜癌的一個風險 在臨床上很多患者 只要看到在它的這個生殖器呢 長了一些比較奇怪的 它就會擔心是菜花 尤其是男生最常見的 陰莖的龜頭的這種丘狀珍珠粒 常常被誤以為是菜花 不用擔心其實只要觀察 因為基本上呢 菜花它會慢慢的變大 珍珠粒呢它是不會有變化的 或是女性的這些的外陰部 有時候會長一些類似痘痘的 那也會不一樣 我們有在臨床遇到有些人 看到這外陰部長的一些異物 那就自行去塗藥 甚至我會遇到有人是去拿了 病毒性有的這種水洋酸性的藥物 來塗它的陰莖 那其實這次風險會很高的 所以若有化癮呢 其實一定要找專業的醫師來做一個判斷 如果有問題提到的治療 可以避免傳染給它 最主要還是來一些性接觸的傳染 因為性行為的一個傳染 尤其有些人如果說沒有全程帶套 那其實有時候全程帶套也是會傳染 主要是因為在這一個的外陰部的部分 有時候在這個保險場沒有保護到的地方 那如果本身就已經有才華 它還是會有性接觸的去傳染出去 那當然少見的有些是來自於 胎兒經過產道而造成的一個感染 還是有少見的是因為用到公共場所 碰到不安不解的一個狀態 例如說在公共場所使用別人的毛巾 或是一些不小心碰觸到剛好前一個患者 有在的時候 這時候因為它的濃度比較高而造成的 不過這種案例是比較少 那有些人說是不是在游泳會造成 其實這案例都是非常少的 蔡花不會自己去痊癒 那通常還是要透過外力的 例如說我們塗藥 然後雷射 或是冷凍治療 或是電燒 然後去把主要的病罩去除掉 那其實它還是去除掉主要病罩以後 它還是容易復發 因為它在這個局部的地方的病毒 還是存在的 所以會有容易復發的問題 手術後我們還是會建議一些預防的方式 有關HPV疫苗呢 其實它可以預防60%到90%的 蔡花的一個感染 那即使你已經得過了 HPV疫苗還是可以降低 你在風發的機率 所以HPV疫苗是我們還蠻推薦的一個 預防拆花的方式 最後再次提醒大家 HPV疫苗不管是男女都可以打 如果是尤其你的性伴侶一起打 效果更好 因為避免這個平方球是感染 目前我們中文病病毒核診所 的疫苗都已經到貨了 而且效益是最新的 那有需求的朋友 歡迎來預約注射 有關男性健康的問題 歡迎到我們粉絲專頁留言 謝謝 好久不見